茄子是为数不多的紫色蔬菜之一 也是餐桌上十分常见的家常蔬菜 有着营养价值丰富 有降低高血脂、高血压的功效 哈喽,大家好,我是阿杰 欢迎来收看我的频道 今天我来和大家一起分享 这道不仅美味而且很好看的菜肴 鱼蓉茄子玫瑰 准备一根茄子,粗一点的比较好 切去根部 切一些一厘米厚的片状 和一些薄片 然后准备一盆清水 放一勺盐 然后把茄子放在水中浸泡30分钟 这样可以让茄子没有那么的硬 准备一条龙粒鱼 准备一条龙粒鱼 当然也可以用其他的鱼代替 切成两半后去除鱼身中的筋膜 然后切成小块状 再剁成鱼绒备用 加一些料酒 可以去除鱼腥味 加一勺盐 加一勺胡椒粉 然后搅拌均匀 分几次加入少量的高汤 加一搅拌 没有高汤 可以用这种包装的鸡汤来代替 搅拌均匀后 放在旁边腌制15分钟 切一些轻松碎备用 把厚一点的茄子片放在盘中 准备五片薄一点的茄子片 切去底部 然后把鱼绒均匀的放在茄子上面 最后把茄子慢慢的卷起来 这样看上去像一朵玫瑰花 可以用牙签来固定住 以防茄子片会松散开 把准备好的茄子放入锅中 撒一些葱花 再淋一些蒸鱼此油 盖上锅盖 大火焖煮10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美味又好看的鱼绒茄子玫瑰就可以享用了 记得在吃的时候要把牙签给拿下来哦 这个就是今天的分享视频 谢谢大家观看 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可以留言和订阅 我会在每个星期一、三、五上传我新的视频 观看